大家最近有沒有看到一則新聞 就是河南銀行發生了這個被鎮壓的事情 還有爛尾羅的事件 您知道這些事件跟在對岸的我們台灣這邊 會不會有發生什麼樣的影響呢? 想要知道跟我們的影響有多密切 今天我們就會在我們的這個影片中跟大家解答 大家好,我是黃潔室內設計總監張宜德 不知道最近大家有沒有看新聞 在前幾天有一個新聞就是河南銀行 這邊有幾個村鎮銀行發生了所謂的擠兌 然後領不到錢 金額高達台幣1800多億元這樣子 然後呢不但拿不到錢還被扁被打 前天還出動了坦克車去做鎮壓的動作 那我們首先來了解一下什麼叫村鎮銀行 它比較像是在一些比較鄉下的地方 因為人要到市區去存錢不方便 所以呢它會有一些像我們台灣這邊的 漁會農會合作社之類的一個金融機構 那跟一般銀行不同的是 它審核貸款借貸條件會比較寬鬆 它很容易借到錢 也就是說如果你今天你要買房子 或者是你要做其他的投資用途 你去跟它借錢很容易就可以借到錢 它不會有太多的審核條件 你只要提出一個借錢的理由 它就可以把款項撥給你這樣子 那當然相對利息會比較貴會比較高 然後呢它存款給存戶的利息當初說的也是說 它可以給比銀行更高的利息 所以呢一般 有些鄉下的 一些老人家或者是 有些人他們資訊比較 不是那麼先進的情況下 他們就會選擇說 哇我這邊的利息比城市的銀行還高 所以不只是鄉下的人 甚至連城市工作的人也會把錢寄回去鄉下 給他們家的人去存在這種村正銀行這樣子 那呢前幾天發生的這個事情 又發生同時發生了另外一個新聞 叫爛尾樓 很多人說不知道什麼叫爛尾樓 爛尾樓就是 建商呢 拿著這個物件 去跟銀行貸款 請銀行撥款給他去蓋房子 那如果說今天這個 發生了很多不能夠預期的狀況 導致這個房子蓋不下去 包括什麼工錢上漲 物料上漲 還有資金斷鏈的情況之下 他沒有辦法繼續把房子蓋下去 有些民眾呢 他繳了這個所謂的投機款 但是可能有人說 那不就繳投機款就沒事了嗎 你們錯了 相關的新聞又爆出來了 什麼新聞呢 在他們有很多 一線跟二線城市的爛尾樓 就是建商蓋不下去樓 可是 銀行竟然把貸款民眾的錢 尾款全數撥給建商 然後呢 建商有的拿了錢不蓋 繼續擺爛 然後呢 就直接跑路了 所以就導致很多民眾 房子蓋不下去 還要再繳這個 銀行貸款的錢 因為銀行通知他要繳錢了 這種事情如果發生在台灣 一定會被民眾 抗議到街上 然後政府被罵到爆 罵到爛 甚至會丟石頭啊 什麼的 可是呢這種事情發生在大陸 你只有被黑衣人白衣人扁 然後甚至用坦克車去鎮壓你 好我們回歸正題 基本上來講 爛尾樓這種事情呢 會影響到什麼問題呢 銀行借出去的錢 可是呢 沒有人要繳了 好啊你把我的錢拿去付給建商了 那我不繳可不可以 我就 我就欠銀行錢 我就不繳我那個浪尾樓浪給你 銀行就變成一個不良的債權 銀行不良債權 會導致銀行爛賬很多 各位有沒有覺得這個 故事的版本好像似曾相識 有點眼熟捏 好像不知道在哪個時間點哪個地方 好像也上演過一樣的事情 來我們幫各位回覆一下 我們時光倒流一下 2008年發生了什麼事情 美國的次貸金融風暴 當時也是因為瘋狂的炒作房地產 然後呢 經過一些所謂的衍生性金融商品 什麼叫衍生性金融商品 太專業了 就是告訴你說房子呢 除了賣房子給你 還可以把房子包裝成金融商品 它就像公司一樣可以包裝成像股票一樣 然後再把它變成另外一種商品賣給投資人 在大陸現在也正在發生所謂的金融的問題 然後呢 接下來就會發生像2008的金融風暴 幫大家回憶一下 當時發生的金融風暴 就是全世界都受到波及 各個銀行都受到波及 很多人說 各銀行都受到波及 然後呢 每個國家都挫在蛋這樣子 為什麼 因為銀行跟銀行之間會有財帳 會有所謂的借款 你要記得我們台灣在大陸也有設銀行 你可以上網去查一下 它有沒有借錢給這些建商 有沒有台灣人在那邊買房子 跟這些銀行貸款 某某台灣的銀行在那邊放款給這些買房的人 會不會變成爛帳 會不會影響到台灣總公司 會不會影響到台灣的銀行 會 大家說不要跟我講不會 這個銀行開在大陸 但它母公司在台灣 所以它會變成在大陸會產生一筆爛帳 那這個錢是誰要還 到最後 會不會牽涉到我們在台灣這邊的存款 會不會影響到我們台灣 會 當時美國的金融風暴 次貸風暴影響到全世界的銀行 甚至台灣的銀行也受到一些波及 台灣的保險金融業也受到波及 所以這些東西都會 環環相扣都會影響到大陸 現在發生的事情 就是當時美國發生過的事情 所以 為什麼我跟大家說 這是一個未爆彈 因為 除了升息會影響到買房子意願 當全世界發生金融動盪 大陸這麼大的一個經濟個體 它的銀行發生這麼大的壞賬現象 你的存在銀行的錢還有各個股市房市都會受到影響 那我們要怎麼因應這樣的一個局勢的影響呢 我們要做以下兩個動作 第一 我們要盡可能把現金 轉移到沒有在大陸投資的這些銀行 可能要把 沒在大陸投資的這些銀行 移到我們 把我們的存款跟我們的錢移到這些銀行去 這是第一個動作 叫現金保本 第二個 我們要開始要尋找物件 因為 之前發生金融海嘯那時候 整個房地產市場一片低迷 如果各位有機會去查一下 在2008年 當時房地產市場的價格真的就是會變得比較低 你可以挑選的物件比較多 把現金留在身上 開始尋找物件 這兩個就是 你們要做的第一動作 記得 你去查一下在大陸有分行的這些銀行 如果你錢存在這些銀行 你一定要趕快把現金盡快的搬到別的銀行去 因為他們一定會受到國籍這樣 在下一集的節目跟大家講 怎麼樣去看布局你下一個房市物件的這個動作 我們會介紹一下幾個步驟 讓你去做一些參考的依據 謝謝大家 如果喜歡我們的影片記得訂閱追蹤和分享喔 也不要忘記開啟小鈴鐺追收第一手資訊喔 那我們下次見 拜拜